疫情以来,新冠隔离政策影响着上千万海外华人的回国路 随着世界各国的开放,一向防疫规定严苛的中国 也终于出现了政策上的松动 这对期盼着回国的华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咱们快来看一看 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6月28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突然发布了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 在此方案中,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 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7天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 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放出的消息 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 在认真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 印发后的防控工作实践 特别是针对奥米克戎变异毒株传播速度快 隐移性强等特点的基础上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织修订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明的总方针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的统筹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纵观这两版防控方案 从隔离期限、高中低风险地区的划分、疫情监测 以及核酸检测等四个方面做出了比较多的调整 咱们一一来看 大家最为关心的隔离期 正如上文所讲 第九版新规将14加7调整为了7加3 与此同时 核酸检测措施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4、7、14天核酸检测 采集鼻烟柿子 解除隔离前双采双减 调整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1、2、3、5、7天 和居家健康监测第三天检测核酸 采集口烟柿子 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前 不要求双采双减 密接的管控措施 从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第147天核酸检测 这么来看 现如今的隔离政策 虽然缩短了隔离期时长 但是增加了检测次数 不过好消息是由之前的双采双减 变成了单采单减 这样大家可能会少受点罪 接下来就是封控区的划分方式 新规将两类封控区域 划定标准和防控措施 进行衔接对应 统一使用中高风险区的概念 形成新的风险区域划定 及管控方案 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 上门服务 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 降为中风险区 中风险区连续3天 无新增感染者 降为低风险区 其他地区 对近7天内有高风险区 旅居使人员采集7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措施 中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 错峰取物 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 降为低风险区 其他地区 对近7天内有中风险区 旅居使的人员 采取7天居家医学观察措施 低风险区 指中高风险区所在的 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 实行个人防护 避免聚集 其他地区对近7天内 有低风险区旅居使人员 要求三天内完成两次的核酸检测 在疫情监测方面 新规要求加密风险职业人群 核酸检测的频次 将与入境人员 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 核酸检测调整为每天一次 对人员密接 接触人员频繁 流动性强的从业人员 核酸检测调整为每周两次 增加抗原检测 作为疫情监测的普通手段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对可疑患者 疫情出治时 对中高风险区人员等 可增加抗原检测 最后就是核酸检测的策略 明确不同人口规模 区域核酸检测的方案 针对省会城市 和千万级人口以上城市 一般城市 农村地区 综合疫情发生后的感染来源 是否明确 是否存在社区传播风险 即传播链是否清晰等因素 进行研判 根据风险大小 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 确定区域核酸检测的范围和频次 众所周知 现在有些省市采用 一周一核酸 甚至两天一核酸的检测方式 相信初代新规后 对核酸检测的频次 将有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 目前 国内已经有多地 开始缩短入境隔离时间的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 湖北 江苏等地区 已经由14天集中隔离 加7天居家隔离 缩短为了7天集中隔离 加7天居家隔离 或10天集中隔离 加7天居家隔离 加之我们先前有个报道 飞往中国内地的国际航班 也在逐步增多 虽然熔断政策 依旧导致大量航班停航 但总体来讲 依旧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按照现中间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往好的想 是不是明年 广大海外同胞们 就能回家过年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 感谢观看